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拍這條影片想講一下小弟的興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或者你有成為我的Member 都知道 其實我是很喜歡夾娃娃 大概在前... 我想應該兩三年前 甚至近久 我蠻喜歡夾娃娃娃 剛剛由台灣傳過來香港 很多的店舖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有夾娃娃娃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夾娃娃的地方 那陣子之類流淨的話 我就必須具有好娃娃娃娃 其實是好玩的 但是現在比較少不吳 最近很少另外 由於大家知道東西的價值其實不太高 然後甚至入錢的門檻也高 你就不會有興趣 大家如果享受過香港也都知道 香港用adows consistedule-5 GB 進入一次幣,然後去玩十秒鐘或者十五秒左右的一個公仔 其實玩一下玩一下很快就玩了很多 還有最壞的地方就是你夾完都未必一定拿到的 所以其實都很浪費錢 所以最後都沒什麼怎樣玩了 好,進來正題就是講回我有什麼新的興趣 大概早在半年前左右 可能六個月甚至五個月左右 之前我接觸了一個活動,一個新的興趣就是釣蝦 釣蝦這個活動 大家可能很早期的時候已經聽過香港其實是有釣蝦牆的 香港是有釣蝦牆的 不過那時候可能未夠發達 即是科技,甚至是一些推廣的方法 都不是很多 所以其實就不是很好推廣的 但是現在就因為有Facebook,有很多互聯網 除了香港之外還有其他地方都有釣蝦這個活動 所以在近一兩年,釣蝦這個活動在香港就迅速發展起來 我其實其中一個就是 就叫做 入了坑去釣蝦這個活動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第一次會釣蝦 就是有這個會友去承邀我去釣蝦 我本身也沒有說很抗拒 也沒有說很想去玩 很想去玩 不過就叫做體驗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吃海鮮 如果你不吃海鮮的話 其實釣完那些蝦是不知道怎樣處理 是很麻煩的 不過呢 我只知道可能會不會是那些什麼 炎燒海蝦之類的東西 那我自己就超不喜歡 超不喜歡那種 就是蝦,首先我不喜歡蝦 然後燒蝦 整個合起來就絕對不喜歡吃 所以呢 就沒有說很抗拒 純粹是一個體驗的心態去試玩 那第一次其實也挺特別的 因為什麼都不懂 但是我自己本身有釣魚 有釣魚的一個經驗在這裡 所以其實也很快上手 上手了之後發現 其實釣蝦幾有趣 為什麼會覺得有趣呢 其實感覺就好像釣魚一樣 就是好像釣魚一樣 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你把鋼放進去 那隻鋼呢 如果有蝦上釣的時候 那隻鋼會有很大的反應 可能我的手感是非常之好 就是好像釣魚一樣 不過就是不同的 兩樣東西來吧 我覺得 我會覺得釣蝦這個活動 就是好像一種 比較舒適一點的 可以能夠接觸一些海鮮活動的一些活動 應該怎樣說呢 一個舒適 然後又有些放鬆的一個地方 有娛樂 那大家如果沒有釣開魚 可能未必知道 但如果你釣開魚 你就知道 釣魚出海是很麻煩 還有一個很... 很累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你是那天 不要說有太陽 可能說很大風 你已經出海 其實已經很辛苦 除非你在岸邊釣 但是岸邊釣 那個感覺又很不同 感覺跟出海釣是差很遠的 可能是魚獲 甚至乎 一些環境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出海的話 你要面對著天氣問題 還有衛生情況 一定沒有在釣蝦那裡那麼好 因為釣蝦那裡是有冷氣的 釣蝦那裡有冷氣 有得坐 有飲品 基本上是... 是... 感覺上... 他有酒賣的 很像一個酒吧 還有... 不過不一定要成年人才可以去的 普通可能你年輕人都可以去的 那感覺就是一個很近市區 然後又可以體驗到... 釣魚的感覺 所以我也蠻喜歡去的 然後然後賣了一隻蝦乾之後 自從賣了一隻蝦乾之後 一發不可收拾 基本上... 可能一個月都去兩三轉 去好多次好多次 可能... 一個月可能真的五六次... 差不多 其實算多 我覺得算多 可能其他人更多 我自己覺得算多 而且真的是在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然後去到釣蝦 就... 怎麼說呢 我自己是可能有些想去釣魚 但是釣魚很辛苦 因為我經歷過那種 又有太陽 然後出完漢 然後出到海 然後又吹風 然後又涼 然後又乾 然後又再曬 那個感覺很辛苦的 不過釣蝦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釣蝦可能對其他人來說 就少少偏貴 因為它是... 如果你是普通一個成年人 有工作 有收入的話 其實就OK的 我覺得少少娛樂 就不要說自己是去的 可能隔一兩個星期 去一兩次 我覺得都可以的 它是說八多元一個小時 八多元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算便宜 你買得越多就越有優惠 可能就... 三百多 然後就三個小時 就不是四百元 之後呢 我就去了台灣 和幾個會友 又是啦 如果有裝過Discord 有加入Member 都知道這件事 還有漏了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 就是其實釣蝦很適合拍片 很適合拍片 我自己其實是在釣蝦場 是有拍片的 不過我發現很多片 不知道是我的電話設定不好 還是... 還是場地問題 因為它有些場地很暗很暗 導致它的片 是很多雜訊很模糊的 所以經常都... 我剪片的時候 我又... 我又不想辛苦大家眼睛 我又... 我又懶得去弄 所以... 這一個這麼好拍片機會的 一個... 題材我沒有拍到 好啦 講到去台灣 去台灣 當然第一步要做什麼呢 就是買新肝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買新肝 去到台灣 我去到台灣又買新肝 不過... 不過呢 原本我打算在這條片 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呢 那個蝦肝就不在家 我不是放在家 我放在外面 所以呢 就沒得給大家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我拍一條 釣蝦片的時候 再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看釣蝦 其實最後都有 不過呢 好少好少好少 因為... 因為都是那句 我好... 我有時不知道角度怎樣擺 因為我都是錄過 大概一兩次 所以不知道怎樣擺 回歸到正題先 講到台灣 台灣就買到枝剛 然後你一個會友都買枝剛 其實相對地我覺得 都很便宜 都便宜的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興趣又不是很多 偶爾可能消費一下 都沒有說真的很...貴 所以我又買到 並且有體驗到釣蝦 剛剛都說到 就有一些釣蝦片段 就在台灣釣的 有一點點 跟香港有... 有點不同 台灣有很多地方 都未必說有冷氣 對 未必有冷氣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要... 可能吹著風扇這樣釣 一會兒那條影片 就是我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沒有冷氣 我頭半個小時都是很辛苦 雖然它很便宜 雖然它是... 挺便宜的一個入場收費 但是... 它的冷氣問題確實很嚴重 對於我這些很需要冷氣的人來說 就... 可能未必那麼適合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自己... 我沒有冷氣 我又不會說很新 不會說怎樣 不過如果在一個這麼熱的環境去釣 其實令我感覺到 好像在... 海裡釣的魚一樣 都是這樣 即是... 滴著汗 曬著釣 是超辛苦的 是超辛苦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都是香港比較好釣 因為有冷氣 差很遠的有冷氣 對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立即給大家看看那條影片 究竟是怎樣 好了 轉眼間一邊 就來到台灣的一些影片 這個攝影機 不知道大家覺得畫質如何 我自己覺得... 它中間看是OK的 不過... 左右有點模糊 我自己就不太滿意 不知道大家如何 那... 我覺得這個地方拍其實是OK的 因為它很光亮 很光亮 所以... 整個畫面都很漂亮的 那... 現在說一下... 玩法先啦 其實... 都是很基本啦 你看到我的浴缸呢 就... 它有一個浮標 那浮標就可以看到 究竟有什麼特別了 這裏教了蠻速 那我就是有一個上吊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 對啦 上個KKK 你看到那支乾 有些力水的 證明有蝦 對啦 那就上了第一隻蝦 各位 不過呢 我也想說 就是... 在那幾天釣 我都不是很得心認手 因為換了新乾 而且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而且做錯了些事情 好 旁邊的會友 成功有 你看到它那支錶 有些不沉上的走動 一些動動 你看到它都... 它都懂的 它都了解的 整支乾都沉下去了 這個時候呢 就... 很明顯就有蝦 看看這件事 上了啦 大家看不見到它 不停滑 不停滑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慢慢拉上來 這個呢 就是那個釣蝦最有趣的地方 這裏呢 這裏呢 好 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 左右看一看 因為呢 其實那支蝦錶都很遠 有啦 你看到啦 我輕輕的滴滴 你看到呢 那支乾就拉住了 那就證明有蝦了 這個位置又上一隻了 不過那一句呢 因為呢 不是很熟 我用錯了配那個... 那條繩和乾呢 配錯了 所以呢 就有一點點... 不是說... 那麼... 夾 不是那麼夾 好啦 那我的朋友你看到 嘩... 震得好緊要啊 一會再重複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就上了一隻蝦了 再來一次 近鏡 一搓了之後 不停滴滴滴滴滴滴 這個就是那個釣蝦最有趣的地方 你就會明顯感受到那隻蝦的動動 真的好像釣魚一樣 對啦 因為它還要用光 就不是用手絲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呢 就是那個釣蝦的樂趣 那是一個釣蝦 這隻蝦的東西 是一個釣蝦的地方 有一個釣蝦 的地方 用來摧托 那些釣蝦 還有一個釣蝦的地方 那是一隻蝦的地方 那是一隻蝦的地方 有一個釣蝦的地方